第一个故事,姑姑家的表哥 我自小就体弱多病,所以阳气不足,老是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楼下的小伙伴在那跳绳,我就跑过去跟他玩,玩得很开心 不一会儿就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听到我妈在楼上喊 回家吃饭了,自己在那玩得那么起劲干嘛 这是我冲着妈妈喊,我在跟朋友跳皮筋呢,小红不要我走,我在玩会儿 我妈听完我的话,脸色煞时间变得很难看 就匆匆跑过来一把把我拽过来,飞奔似的跑回家去了 到了家里,我爸爸看我妈妈慌张的眼神,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我妈就告诉我,楼下的小红,前几天就出车祸死了 以后不许再往那边去,听到没有 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鬼,但是看着妈妈凝重的眼神,还是听话地点了点头 然后妈妈就带着我,去那个路口烧了点火纸,嘴里还念叨着什么 回家后,杀了一只公鸡,把鸡鞋撒在我家门口才算完事 还有一件事,我也是印象深刻的 记得那时,我奶奶已经去世了 有一天我,正在河边玩耍 突然就看见,河中央有一个白色的鲤鱼 我还没见过白色的鲤鱼呢 于是我就准备下河去捉那条鱼 我脚刚踏入河里,就被人一把拉了上来 我回头一看,什么人都没有啊 等我再回头的时候,河里的那条鲤鱼就不见了 回到家,我就看着我妈拿着鸡毛胆子在那等着我 妈妈过来,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打 打完之后对我说 今天你是不是去河边玩了 我害怕地想,她是怎么知道的呀 于是,妈妈就跟我说 刚才你奶奶来了,跟我说在河边看到你 河里有水鬼,想要找提身 那条白色的鲤鱼是水鬼变的 你要是进去了,就死了,知道吗 你奶奶死了,都还知道疼你 唉,我听完之后没感觉害怕 只是单纯地想,人死了,不是就没了吗 那我奶奶,怎么会回来找我妈的呢 还有,刚才在河边拉我的人是我奶奶吗 我怎么没看到她呢 但是,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我记忆中最令我深刻的却不是这两件事 而是发生在姑姑家的事 我小时候基本是在姑姑家长大的 因为那时候计划生育查的严 我家又是好几个孩子 所以我爸妈就把我托付给了我姑姑家 我姑姑家有两个孩子 这是后来的事 当时我只有一个表哥 表哥大我几岁 当时我差不多十岁 表哥应该是十三岁 我们哥俩的关系很好 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 但是好景不长 我表哥的了重病 没多久就去世了 我姑姑当时伤心的 差点就死掉了 那时候 男孩子就像家里的命根子 这事给谁谁都受不了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 却把气氛由悲伤转化成了恐怖 在我表哥死后的第七天夜里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回魂夜 家里就发生了怪事 我原本是住在表哥的隔壁的 但是因为表哥的去世 我住进了表哥的房间里 那天晚上 我迷迷糊糊的感觉 有个人进了屋子 然后就走到我的床边 我睁开眼看见是表哥 表哥猛的就坐到了我的身上 然后就躺下 就好像是上床睡觉一样 我突然感觉无边的恐惧 向我稀烂 表哥已经死了 我遇到鬼了 于是我就吓得大喊大叫 表哥 我们俩最好了 你干嘛 不要害我 我怕 可是表哥 好像听不到似的 就这么躺了下来 瞬间 我感觉自己 就像被好众的东西压着 怎么动都动不了 于是我就害怕的 哭了起来 楼下的姑姑 他们听到我的哭声 就赶紧跑过来 问我怎么了 我哭得更厉害了 表哥的鬼魂 听到有人来 突然一下就不见了 于是 我就把事情的始末 跟他们说了 姑姑听了之后 控制不住的 哭了起来说 你死都死了 干嘛还要折磨你表弟啊 你不是和你表弟好吗 他住你屋子 你还不乐意啊 就在这时 我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我吓得呀呀大叫 门口站的是表哥 他冲我笑了 等众人回头的时候 表哥已经不见了 事情还没过去 有一天 我姑姑正在做饭 突然听到 楼上有动静 就跑上去看 这一看不要紧 魂都差点下掉 因为 他看见我表哥的 自行车轮 自己在动 就好像有人 骑在上面一样 我姑姑当时就生气了 大声喊道 我说强子 你这个狠心呢 你抛下 我们自己走了 现在还来吓唬你表弟 吓唬你妈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带走啊 说来也怪 我姑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自行车突然就停止了 我姑姑又控制不住 偷偷地抹眼泪 从我表哥去世以后 家里的东西 都会莫名其妙地动 基本每天晚上 家里都不安宁 于是我姑姑就找来 村里董行的人来看看 那个人就在屋子里 走了一圈 然后冲着我哥哥的床说道 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还是想要什么就说吧 不要再吓唬 你的家人了 只见那个人就在那点着头 自言自语了一番 半想之后 他转过头对我姑姑说 你家孩子说 他住的房子漏水 还没有衣服穿 你明天带人去看看 他的棺材 是不是漏了 还有 多少点衣服 纸钱什么的 就好了 唉 这孩子 也是可怜人啊 第二天 我姑姑就带着人 去表哥的坟地 看了看 等挖出棺材的时候 果然在棺材的 左边有个大大的洞 于是我姑姑就买了个 新棺材 重新安葬 随后又烧了点纸 还有衣服什么的 果然 那天晚上 我姑姑就做了个梦 她梦见我表哥 对她说 房子修好了 衣服也有了 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要我姑姑自己 照顾好自己 她还说 想我了 第二天 我姑姑醒来的时候 就大哭起来 我们看着 也是心里难受 果然从那以后 家里就恢复了平静 我也没过多久 就会自己家住去了 事情虽然过去了 但是我也知道 世界上还有许多事情 不是我们能了解的 但愿那些 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们 可以安稳 少些苦难 第二个故事 死人的衣服 不要剪着穿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那边死人的衣服 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那边像这种 死人的衣服 一般家里人 都会在下葬时时候 挑选几件死者生前 最喜欢穿的几件 放到棺材里 随着死者的骨灰下葬 据说这样 死者的黄泉路上 有衣服穿 而剩下的衣服 大多都是被烧掉 极少有人是扔掉的 因为有的死者 衣服款式比较新颖 成色还是比较新的 所以就怕有穷人 捡到穿了 或者是不良的人 捡到卖掉 死人的衣服机会极多 所以大多数人 在路上捡到有衣服 基本都是视而不见的 很少有人会去捡 但是事情总有例外 今天我给你们 讲讲衣服的故事 我以前有一个同学 家境很是贫寒 基本就是那种 吃上顿没下顿的 这天我们跟往常一样上学 我早早地来到学校 但是还有人比我更早 那个人就是我的那个同学 他学习十分的刻苦 基本到了费寝忘食的地步 不一会同学都陆陆续续地 来到了教室 起初我没在意我的那个同学 这是好多男同学 就在那里起哄嘲笑着说 我说李星 今天穿新衣服了呀 不错 真不错 想不到你们家那么穷 还能买得起新衣服啊 我看他 哎呀 还是名牌啊 我也凑过来看看热闹 我看到 李星身上此时穿的 不是他那件 百年不换的破外套 而是换上了一件 崭新的红色的运动服 这多少让我有点意外啊 因为当时那个牌子不要说他家了 就是我家条件还算可以的 我爸妈也不会给我买的 这时 我看见李星在那憋红了脸 低着头也没有说话 后来才说了一句 不要你们管 我们对这个不爱说话的李星 已经习惯了 也感觉没意思 就没再取笑他 很快就上课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学校里面有个比较坏的孩子 总是欺负李星 在食堂里看到穿新衣服的李星 就跑过来 一把抓过李星的衣服说 我说 李星 你的衣服 不会是偷的吧 借我穿穿怎么样 李星奋力地挣扎着 但是瘦小的李星 怎么能挣过他 但是李星还是奋力地 抵抗着那个学生 抢他的衣服 最后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劝李星放手吧 要不会被打死的 于是 李星感激地看了我一下就放手了 当时我也没多想 只是以为李星是太喜欢那件衣服了 李星看着那个学生拿着衣服走了 眼里有一种担心的感觉 很快就放学了 我和李星是顺路 于是我们就走在了一起 李星神秘地跟我说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想他拿走那件衣服吗 其实不是我喜欢那件衣服 只是那件衣服很古怪 那件衣服 是我在路上捡到的 但是自从我穿上那件衣服之后 就老是感觉有人在戳我衣服 我还经常梦见 有人说我穿了他的衣服 要我还给他 说完就害怕地看着我 我听了之后也感觉很不可思议 当时我们都是初二的孩子了 所以多多少少地知道点东西 于是我就说 你说那衣服是不是死人穿的呀 李星听我这么说 也就不说话了 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家 那天晚上 我想着那件衣服 总是感觉衣服上的红色怪怪的 第二天 我听说昨天抢衣服的那个学生出事了 据说 昨晚他穿着那件外套 刚走出校门 就被车子给撞了 一条腿骨折 几个同学赶紧把他送往医院 但是那几个同学说 本来八十多斤的人 抬起来感觉有三百斤 就好像抬两个人的感觉 听到这里 我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联想到 昨天李星跟我说的是 我感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于是 我就和那几个同学 一同去医院看望那位同学 医院里那个同学 正在病床上打着点滴 左腿已经打上了石膏 只是身上 还是穿着那件外套 我过去 想把那件外套 给它脱下来 可是一不小心 把桌上的水被打翻了 水溅到了那件衣服上 我赶紧拿纸巾去擦 可是 当我擦完之后 我手里 拿着纸巾愣愣地站在那里 因为纸巾变成了红色 而那件外套 被我擦的地方 变成了白白的颜色 我感觉一阵的恐惧 因为我只能想到 一个念头 就是这件外套 本来应该不是红色 那么就是有东西 把它染成了红色 那么这件外套上的 恐怕是血 想到这里 我赶紧慌忙地 把那件外套给抢了过来 果然 外套的一部分 还是原来的白色 只是很大一部分 是红色的 自从我脱下那件外套之后 那个学生就醒了过来 他跟我说 他昏迷的时候 感觉有人在抢他的衣服 说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 有一个男孩 在路上被一辆摩托车 给撞死了 当时男孩躺在地上 血流的浑身都是 那个骑摩托的也跑了 那个男孩就这么死在路上 他梦里的那个男孩 穿的是一身白色的运动服 听到这里 我感觉背后一阵阵的发寒 也就是说 这件外套 应该是那个男孩的 白色的运动服 被男孩的血染成了红色 扯他们衣服的 应该是这个男孩的鬼魂 他被摩托车撞 应该也和这个男孩有关吧 于是 我就把我的猜测 跟那位学生说了 他听完之后 吓得冷汗直冒 说什么 也不再碰那件外套 我拿着外套 到路上 趁着没人就一把火给烧了 奇怪的是 当时并没有风 但是烧下的灰 却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回到家 我看爸妈正在看新闻 我也凑不去看 当我看到电视里的报道时 我吓了一跳 电视报道 昨晚夜里 一位出来散步的年轻人 被一辆摩托车撞到 头部中窗 本来还有抢救的希望 但是那位司机却视而不见 慌忙逃逸 导致受害者失血过多死亡 现场发现的死者 身穿白色运动裤 上身的白色外套 却不见踪影 警察怀疑 是有人搜刮死者身上的财物 把外套随手 丢在了哪里 希望有看见 肇事摩托的观众提供线索 你们在路上看到 再漂亮的衣服 都不要紧哦 说不定 是哪位鬼最喜欢的衣服呢 第三个故事 恐怖的命运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个女朋友 但是还没等我们毕业 她就死了 她的死 给我带来的是 无尽的悲痛 和挥之不去的恐怖 她是跟我一个学校的 但是不是一般的 她在我隔壁 我们怎么在一起的 就不说了 今天我要说的 是发生在她死之前的 几个月之内发生的怪事 有一次 她跟我说 昨晚上做了一个梦 那时候 她大概是七八岁的样子 她梦见 有一个小女孩 带着她往山上走 还一直问她 认不认识这里 一路上 都是野草 路边 还有一些矮矮的房子 有许多 看不到脸的人 站在路边看着她 她随着那个小女孩 一路地往前走 这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 冲着她就想 把她抱走 但是 那个小女孩 好像不怕那个大人 就和那个大人 牛打起来 还说我女朋友 是她朋友 不要伤害她 就在她们 扭打的时候 从旁边的草丛里 走出来一个男人 她走到我女朋友 面前蹲下来 抱着我女朋友说 小妹妹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于是我女朋友 就指着那个小女孩说 叔叔 是她带我来的 可是我不认识她 这里是哪里啊 那个叔叔 看了看我女朋友 指着的那个小女孩 然后对着我女朋友 微笑着说道 你说的那个女孩 是我的女儿啊 她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你看错了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于是我女朋友 就醒了 我听完这个梦 有种好奇怪的感觉 但是 一时 又想不出问题所在 就安慰她说 梦这个东西 不要相信 没事的 但是 接下来的几件事 让我多多少少的感觉 和女朋友的死 有着某种关联 我女朋友的班里 有个男生 昨天死了 听说是被淹死的 但是我女朋友 晚上跑过来跟我说 她来的时候 遇到了那个同学 还跟她打了招呼 当时 我女朋友不在班级 所以不知道 那个男生 已经死了 她跟我说 她看到那个男孩 自己拿着书 坐在湖边看书 于是就走过去 跟她打了个招呼 那个男生对她说 你赶紧走吧 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班里的同学 还有几个 都会来的 你走吧 我女朋友说 她看那个男生 说话的时候 嘴里还流着口水 我女朋友 就吓得赶紧 跑我这来了 我听完之后 感觉背后冷嗖嗖的 于是我就对她说 那个男生 昨天就淹死了 你看到的 到底是什么 女朋友听完我的话 吓得浑身颤抖 说什么 也不敢自己回宿舍了 于是 我就把她送回了 宿舍楼的楼下 正当我准备回去的时候 我看见女朋友 对着门口 在那自言自语 临走还冲着门摆摆手 我当时以为 是女朋友给吓傻了 也就没在意 第二天 我问她 昨晚我站在门外 你跟谁说话呢 她说 有个学姐跟她打招呼 我冷汗刷刷的 就下来了 但是我没告诉她 昨晚 我就看见她自己 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我感觉我女朋友 连续遇到的两个鬼 为什么他们都喜欢 找我女朋友 那么 接下来的事情 就变得更加的 离奇和诡异了 有一次 她跟我说 最近走路 老是感觉有人 在后面跟着她 有一次我和她 走在公园的路上的时候 她突然吸了吸鼻子说 你有没有闻到 一股烧纸的味道 我仔细地闻了闻说 哪有啊 这不是花香吗 可是我女朋友 十分肯定地说 就是烧纸的味道 我最近老是闻到这个味道 连个鬼影都没有 撞到人怎么办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哪有人啊 这时我女朋友也转过身看 她说她刚才明明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 我差点就撞上了 我愣愣地看着那块空地 感觉最近我女朋友见到的估计是鬼 但是我没有告诉她 因为我怕她知道了害怕 于是我就去郊外的寺里 悄悄地给她求了个平安符 在寺里时 有个老僧拉着我说 施主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切记不可太过执着 这个护身符是给活人戴的 将死之人不可以佩戴 否则会不安的 我当时只当是这老僧 故弄玄虚 就没搭理她 可是我女朋友 只要一戴上那个平安符 就说胸口闷 于是就把她还给我了 我感觉女朋友 最近脸色怎么那么差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这次的见面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第二天我正在上次喜课 突然感觉胸口莫名的纠痛 不一会儿 有一个同学跑过来跟我说 快走 你女朋友出事了 我看着她慌张的神色 感觉不是撒谎 于是我就疯狂地跑到了 我女朋友的班级 当我看到我女朋友的尸体的时候 脑袋猛背下 我女朋友的死状不是很恐怖 但是很诡异 她躺在椅子上 一只手拿着笔 一只手掐着自己的脖子 脸上居然露出微笑的表情 我看到这 感觉浑身冰凉 这是自杀的死法吗 有谁能自己把自己掐死 当时我悲伤过去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女朋友的尸体 已经被法医带走了 鉴定结果是 窒息性死亡 初步判定为自杀 警察告诉我 这么多年 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死亡案例的 我呆呆地坐在床上 想着最近女朋友的反常 还有老僧的话 我知道 我女朋友临死前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 但是她们 为什么缠住我女朋友呢 难道冥冥之中 有着什么关联 后来 几个月之内 我女朋友的班级 陆陆续续的 死了好几个人 都是意外死亡 要么就是自杀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 在操控着一切吧 我宝贝给你